大家好 这节课的话呢 咱们就主要来学习一下 后端性能指标的线程这一个概念 线程非常重要 重要的就像我们用LowRunner 最开始要变化虚拟用户 也是用线程 咱们呢 CPU要去同时处理很多任务 也是用线程 咱们的服务器 要同时能够处理很多用户访问 也是需要分配线程 所以呢 线程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我们呢 单独用一节课来给大家介绍 那么首先呢 大家理解一下啊 到底什么是线程 我们讲现在的这个CPU啊 操作系统呢 它都是属于多线程的一种 这个工作机制 同时可以呢 处理很多任务 也可以呢 让这些多线程 每一个线程呢 同时处理相同的事情 这是线程 那么它的应用场合很广很广啊 几乎我们现在 从最开始啊 咱们讲 如果大家有同学又用过这个 下载软件 比方说迅雷啊 什么啊 还有像最开始 我们很早很早以前用的 网络蚂蚁啊 这个flashgate啊等等啊 这些下载软件 它呢 就是利用多线程来下载 它呢 把一个文件 用多线程分成几个段 然后呢 每一个线程下载其中的一段 这样呢 就可以加速这个下载的过程 充分的利用我们客户端的这个代款 到后边呢 我们CPU啊 然后呢 叫多核 多线程 那么我还有的话呢 咱们这个 平常我们可以 边听歌曲 边上网 边聊天 边工作 我们用电脑 同时可以干很多事情 甚至你 再去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收购邮件 对吧 你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同时都可以做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呢 CPU呢 它同时是多线程在工作的 那么 再有呢 咱们的服务器 我们现在的这种分布式的 网络服务器啊 我们统一称之为 分布式的应用服务器嘛 它凭什么能够支持多用户 同时访问 那么它呢 就是一个多线程的机制 每一个线程 负责 一个用户 请求 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也是一样的 每一个 我们的应用服务器或者外部服务器这边 它每一个线程负责一个用户请求 而这个用户请求里边很有可能就包含数据库查询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的数据库 它也需要多线程 每个线程 处理 一个 SECLE 查询 请求 不见得是查询请求 SECLE请求 来操作数据库 它呢 也需要有 多线程 来处理每一个用户的请求 那这个请求呢 应该是说 通过三层架构来说 我们客户呢 去访问服务器 服务器一看 如果你边有数据库的查询请求 或者其他数据库操作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服务器又会把这个请求 来转发给数据库 数据库呢 又继续来多线程 来处理这样的请求 所以多线程的应用场合啊 非常非常的广 那么这边 那线程词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线程词呢 它本质还是线程 它是属于一个 这个 叫做偏 应该是啊 专门用来 用于管理线程 管理多线程 的一种机制 叫做线程词 它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 实实在在的 一个需要去发 请求或者处理请求的 一个线程 它不会去操作这些东西 而是一种管理机制 我们把所有的线程呢 都放在这个线程词里边 这样这些线程呢 就可以共用 可以相互的调度啊 能够呢 同时如果空险的线程呢 也用这些线程词 管理起来 它就看哪个线程空险 那么我呢就去 让这个线程呢 开始做请求的处理 它呢通过一种 线程词的管理机制 把这些线程呢 统一的给管理起来了 便于我们的应用系统 或者这些服务器呢 更好的来控制 这些线程 让这些线程资源呢 利用的更加的合理啊 这就是线程词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概念就好了 我们后边如果说大家在做这个服务器端的一些性能分析的时候 或者调调优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 线程词 Thread pool 线程词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你呢 尽量就去调 调里边 调某一个数字 线程词的大小 对呢 其实这个线程词里边 最多可以管理多少个线程 调 调的越大越好 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边我们就需要了解另外一个线程的机制 线程主要消耗的是CPU资源 这些应用程序的线程从哪里来 其实还是通过CPU CPU呢 它有多线程 这些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服务器啊 它才能够利用这些线程 所以它最终呢 它消耗的是CPU的资源 那么CPU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普通的一个台服务器 可能也就那么几个CPU啊 或者说几台服务器做一个集取 它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所以呢 它们的能并发的线程数也是有限的 那线程呢 它主要就是消耗的是这些CPU资源 不是说越大越好 你不能调的已经超过了CPU的极限 那这个时候CPU呢 助力呢 就会奔向100%的利用率 然后呢 对面越来越长 导致呢 整个系统响应别慢 甚至呢 出现崩溃啊 CPU到达10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CPU到达100% 它的对面会越来越长 但是不见得系统会崩溃 就是反应很慢 然后呢 导致有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用户 等半天没响应 最后呢 用户主动放弃了这个请求 但是内存如果说用满了 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绝对的系统崩溃 没有内存可以用 系统一定会崩溃 但CPU没有用 最多就先排着队 队列长一点 那么但是内存如果说满了 那它还会考虑呢 去把虚拟内存给用起来 虽然说慢一点 那么这样呢 也可以减少一些崩溃啊 关于这个虚拟内存和内存呢 包括内存硬盘的一个 速度层面的一个演示呢 我们等这个线程演示完了以后 我们呢 附带也会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所以回到这边来 它的上限就是CPU资源的极限 所以呢这个调整不是越大越好 而且在这边啊 提到线程 既然提到线程了 我在这边给大家专门强调一下 我前边啊 给大家提到过几次的动态影响 还有印象吧 前边我讲这个服务器性能指标的时候 专门给大家提到了动态影响 这个动态影响呢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影响关系的确是有一点复杂 我们呢一定要很清楚啊 他们之间的一些逻辑关系 谁因谁果啊 不要因果搞搞这个搞到了 比方说第一个 我们现在啊 假设一种理想的场景 我有一个论坛 然后呢 这个论坛呢 它的发一个帖子的响应时间是三秒钟 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在60秒的时间内 可以发送 多少个帖子呢 是不是20个 这个没有问题 简单的一个处法 就是啊 就是啊 响应时间 那么现在 咱们来看一看 如果说 我现在每发一个帖子 每发一个帖子 后 我暂停 两秒 请问 60秒 可以发几个帖子 这是第一种 动态影响的问题 我先提出来 那如果你回答 我发一个帖子 三秒 然后呢 我暂停两秒 五秒钟 60秒钟 可以发12个帖子 那你就太瞧不起我了 对吧 我来问你们这么简单的问题 很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结合着动态影响 大家先来想一想 OK 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三层架构 客户端 服务器 数据库 这三层架构 任意一层 出现了瓶颈 整个系统的瓶颈 就出现在那 瓶颈 可能出现在 任意一层 那最重要的肯定是关注服务器端 后端的数据库和服务器 那么 比方说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啊 请大家看到这 CSD这三层 稍微离得远一点 我现在的话呢 调高这个服务器端的线程 这样我们看啊 是不是他就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客户端的请求了 那么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呢 他能够支持的并发用户数据更多了 比方说现在他默认是100 就是服务器端 这个线程数量是100 相当于他同时可以处理100个客户端 也就是100个用户并发访问 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101个来访问的时候 他就会让这一个用户先排着队 所以那现在呢 我看了这100个肯定不行了 我把它调整成1000个 请问可以吗 这边两个问题啊 我先给大家提出来 请大家啊 思考 第一个问题 当发一个帖子以后 暂停两秒钟 请问60秒可以发几个帖子 第二个问题 三层架构 我现在s端是100 我现在把它调整成1000 可以吗 请问 如果你觉得可以啊 或者不可以 都想到底原因在哪里 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提到这儿啊 关于动态影响 后边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做解释 作为一个作业啊 大家 我们已经学到这么多 这些知识点了 相信啊 对这两个问题 大家要有自己的判断了 要有自己的一个组件 一定要能够想得明白 这种动态影响 到底是怎么导致的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利用 Apache这个web服务器 来演示一下这个 线程数量 对于一个服务器 它的线程处理数量 我们去修改 到底会产生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演示啊 那现在的话呢 我这边啊 咱们的XMPP 底下有Apache 没有问题 Apache底下有个CONF 卡飞个目录 这个目录底下呢 有一个Apache的核心参数文件 httpd.conf 这个核心参数文件里边呢 我们先打开啊 有一个核心参数 叫做Street per child 每一个止进程 它能够同时处理的线程数量 默认是250 就表明了 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啊 它的默认的值 就是250个用户 它是可以同时处理的 我们现在啊 为了做实验方便 我现在把它改成五个用户 十个用户好了 十个 那么当然改完了 这个核心配置文件 我们一定要记得 重启Apache 它才会生效 我改成十个 改成十个了以后 我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这是 我的这个本机的服务器 我现在呢 来发一个请求 只发一个请求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我呢 就来发这个 比方说 我还是新建一个Ax吧 直接呢 打开首页 插入一个UIL地址 咱们呢 去访问这个A1的首页好了 就这样 直接去访问这个地址 相对于呢 给服务器 模拟啊 我们可以模拟很多用户 去访问服务器嘛 我们看因为我们已经把服务器端的这个呃 线程大小改成了十个 相对于呢 它同时只能处理十个人了 多了的人是处理不过来的 它就会让别人一直等待 这边呢 我们只选择运行这个A型Home 简单运行一下啊 看看脚本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请求发送出去啊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打开Ctrl 来模拟 十个用户 这边我们先把它关定 关边啊 把这个Ctrl那先关闭 重新打开 这边呢 它同时能处理十个 我们这边模拟的也是十个 所以呢 没有问题 但这十个 我们可以选择慢慢增加 也可以选择一次性增加 我们就同步增加上去 运行通常的时间无所谓了 我们一会看到结果了 就直接停止 十个人 同时给服务器发请求 服务器也能处理十个 所以肯定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 按理说这些请求 都能够正常处理的 请求啊 已经开始发送了 正常都能处理 由于这边 我们没有定义事物啊 所以没有获取到响应时间 这个没关系 我们看到这边 是不是没有报错 没有问题 服务器都能够成长 正常的应对 那我们就停止了 现在呢 我们把十个改成二十个 咱们呢再来运行 好 这边正在准备发情绪啊 我们看看改成二十个以后 理论上来说 这个服务器是不是 没有办法支撑二十个用户 那很有可能呢 它就会出现 要么报错 要么呢超时 要么呢就是用户等待 直到超时的一些情况 那很有可能 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 我们现在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以后 我们看到啊 这边错误已经 陆陆续续报出来了 来看看错误消息到底在说什么 连接到这个服务器失败 连接拒绝 一共报了一百一十五个同样的错误 下边一个错误 step download timeout超时一百二十秒 所以我们看到当其实我们的客户端已经没有办法去连接到服务器了 但是呢 他等待了一百二十秒的时候超时 超时了以后 他发现一百二十秒以后 相当于我们就类似于这个超时时间什么概念呢 我这个客户端去访问服务器 我一直看服务器就是属于那种等待 没响应的那种那种状态啊 页面就是全白的 我呢一直苦苦的等待 等了两分钟以后 我实在等不下去了 我把它关掉了 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超时的时间是在lowrunner里边去设置 但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就是报错了 反正而错误消息呢 明确告诉我们连接拒绝 服务器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多连接 这个原因就在于啊 我们没有办法让 让这个服务器同时能够支持这么多用户来访问 他只能支持十个 其他的用户访问怎么办呢 他就会一直等着 并不是说直接告诉你出错 他会让你一直等 等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如果大家自己用手工来打开一个页面 你就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就页面一点响应都没有 或者说呢 响应很慢 那么用lowrunner的话来测试呢 它就是表现出来的结论就是 可能刚开始没什么感觉 但是一旦超时了还没有响应 那么一堆错误就会爆出来 那所以呢 这个问题啊 咱们呢要理解 这是修改了Apache的线程数量以后 他得到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 因为他同时只能支持十个 其他用户你就等着慢慢这个排队吧 那么超时时间在哪里修改呢 在我们的脚本的run time setting里边 有个preference 在这里边有个option 其实我们前面讲乱版的时候也用过这个选项了 在这个option里边有一个connect timeout receive timeout 连接的超时和接受响应的超时 连接的超时表明我和服务器 如果120秒以后默认啊 这个我们可以修改的都还没有连接 那么我们就放弃掉这个连接了 那么receive就是说 我呢从服务器这边下载一些资源 如果说网络堵塞呀 或者服务器出状况等等 导致我120秒以后这个响应都没有下载 开始下载或者呢都没有正常的下载 那么呢我也放弃下载了 这就是超时时间 有了这个超时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种报错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开始运行的时候 虽然它没有办法支撑 但是没有报错的原因 因为这相当于这190个用户都在等着 都在排队 实在到了一定时间以后 他们受不了了 对吧到这个两分钟开始以后 他们受不了了以后 那么才开始正式的把错误给抛出出来 OK这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线程的演示 啊希望大家能够啊搞明白 我们服务器端 他同时能支持多少个线程 那么取决于我们的 对他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那你说我把它弄成100万个好不好 我随便输你嘛 这他不就可以同时支持这么一千万 甚至一个亿的用户来访问 这直接改个数字就好了嘛 所以这边我们要讲 他的一个影响 你不能随便改的太大 你改的太大也没有用 CPU如果你把CPU搞爆了 也没有意义 CPU没有资源来给你处理这些请求了 你这边改的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CPU那边还是会让你排着队 对于用户的感受来说是一样的 还是排队等待 所以呢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合理的纸 这个合理的纸怎么找 每一个阿帕奇都是怎么改 但是你阿帕奇装在哪一台服务器上 这台服务器是什么样的配置 这是需要我们测试出来的 我们车佬发现这台服务器 我们弄2000个 同时处理2000个 这是靠谱的 服务器都能够支撑 各方面的指标都很正常 带宽也不会被消耗带尽 那么这边呢 就设一个合理的2000个 一定要设的合理 不能设的太大 让系统崩溃 因为设置合理了以后 我们呢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服务器的 线程数的设定来屏蔽掉 对咱们服务器资源的一个恶意的消耗 比方说我们现在设成2000个 那么也就同时支持2000个人 后边的人在进来 只能就让他们先等着了 最起码就是用户体验差一点 但是不止于把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给搞垮 这两者要取一个权衡 我们如果说 不受限制就是用户想来就来 但是设的再大又怎么样呢 用户 他来了以后 他反感觉很慢很慢 还不是就明确告诉他 你现在呢 这个请先等待一下 对吧 服务器资源不够用了 你先等会儿 还不是直接告诉他 让他等着 这笔呢 让他感觉弄一个网页 半天没反应啊 要强得多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相对来说 也设了一个限制 你不能无限制的往这边来访问 那么服务器撑不住也会崩溃啊 也会这个出状况 所以啊 这个值的大小 我们是要自己来调整 那么调整的依据呢 就是咱们服务器的硬件资源 所能承受的一个相对合理的指标 比方说四分之三左右 主要是CPU了 那CPU考虑完了以后 考虑带宽 这是第一点 这个值从我们服务器自身的硬件配置来考虑 设置多少值 这个测一下就可以了 测试一下就能够知道 通过标准的负载测试方法 测一下100 200 500 1000 2000 1万 看一下到底各个CPU的这些指标 和带宽的指标是怎么样的 那还有一点 那还有一点 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动态影响 改成以前 假设啊 假设改成以前 第三个 那这个服务器 硬件可以支撑 硬件可以支撑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吗 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 这边啊 这两个问题都是同样的道理 问题在 假设这边我们改成1000个 但是我们经过测试 发现本地的这个服务器硬件是可以支撑的 但是还要考虑动态影响 另外一个层面 数据库那边 我这边我可以玩成1000个 没有问题 但是数据库那边 因为我这边有1000个请求来访问的时候 很有可能这1000个请求 都会带着对数据库的查询的请求 或者是呢 修改操作的请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要 那数据库那边相当于 它也同时需要 配备1000个县程来处理我们的数据库请求 这样呢 才能跟我的服务器匹配上 你这边 发1000个请求给数据库了 数据库呢 它也需要有1000个请求来处理 1000个县程来处理这个请求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我们呢 考虑到这种动态影响 对于后台服务器来说 不单纯只是要调整这个服务器 测试好服务器就行了 我们还要去测试数据库 让它两者呢 都能够同时达到最佳的状态 有可能我们发现最佳的床材 还真不是1000个 有可能是800个 服务器能够支撑没有问题 数据库呢 也到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 这是第一种方式 把它调整小一点 第二种方式就是 为了让这个数据库和服务器更匹配 我们呢可能要对数据库的硬件资源做一些升级 让两者都类似 这两者都一样 但是由于一边放的是Apaq一边放的是数据库 这个软件系统本身不一样 所以你即使说这两边利用相同的硬件不见到他们呢 理想的状态都是同样的一个线程数量 OK啊 因为呢 应用系统不一样 他们的消耗的硬件资源本身呢 也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呢 是需要我们去测试的 需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找到这个平衡点 除了CPU内存硬盘以外 还包括本身传输过程的带宽的平衡点 这样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系统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 而这种最佳状态底下 用户的一个访问的并发用户的数量 才真正是意义上 是我们精确的可以确定的最佳用户数 OK 所以对于最佳用户数的确定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各种这个后端的这些性能指标的一个平衡 那么 回到第一个动态影响的问题来 请问大家 16秒可以发几个帖子 其实这边啊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得出精确的结论 但是 我们能得出来的一个肯定的结论就是 他发的帖子一定是大于12个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边暂停了 对服务器的这个 负载或者说压力呢减少了 他精神就更好了对吧 他能够处理的东西呢就更多一点了 他能够多花点心思来处理 他处理起来呢就会更快一点了 就像我们人一样啊 总得休息休息嘛 休息到精神才好 一个道理 这个时候呢 所以他处理一个发帖的请求呢 他的时间就会快一些 反过来 倒过来影响我们的响应时间 发现在发一个帖子 他还真不是三秒钟 有可能变成两秒钟 有可能变成两点五 这个我们不确定 也不需要去确定 理解这个动态影响关系就好 那所以呢 我们加上暂停的两秒钟 可能就是比方说四点五秒钟 就一个帖子就完成了 那么可以发多少个帖子呢 那就是60除以四点五 他一定是大于12的 至于具体是多少 咱们就没必要去探讨了 理解这种影响的模型啊 包括这下边的服务器端的 他们互相之间动态影响的 这个模型就好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关于这个线程的一个应用啊 主要的呢 这个就说到这儿 那么对于线程呢 再多说一句 我们的Apaq有线程 我们的数据库有线程 我们所以在真正去做 性能测试的时候 这每一个层次的线程的资源 我们都需要去关注 包括数据库一样 包括这些线程词的调整和优化 都是其实是我们服务器端 调优的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慢慢的要去调整优化 达到一种最好的状态 还有呢 像前面讲的这个缓存也是一样的 每一个应用系统 都会有缓存的配置 那么包括像加瓦 还有加瓦虚拟机的一个 这个内存大小的设置 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操作系统 分配给这个加瓦应用程序的内存 到底有多大 包括我们TOMCAD也有它的JVM的 这个 因为TOMCAD内部就是使用的是加瓦 对吧 所以呢 TOMCAD这种应用 应用系统 它呢也会有内存的一些设置 Weblogic WebSphere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应用服务器 对缓存的利用都很重要 一定要特别引起重视 那么我们呢 就需要针对自己的 不同的这些应用系统 除了去关注它的线程 还需要去关注它的缓存 我们就需要针对自己的 谢谢大家